在立法委员许志杰发起下 包括许富贵、王美慧、陈树岳、郭玉琴、林楚英、邱志伟、林俊宪及蔡逸宇等民进党立法委员 分别将各种民众热情制作的申员贴纸张贴在脸上、胸前、手机背面等地方 号召国人一起以年贴纸的方式三员行政院提出的复议案 集结公民意志捍卫民主台湾 在这次的就是青年行动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站出来的青年公民 他们是基于对于这个审查程序不合理 所以他们站出来反对这个国会的扩权法案 所以在最近的一个民意调查里面就是赞成行政院提出复议的有将近五成二 法律的制定是要保护人民不是伤害人民 法律的制定是要解决问题不是制造问题 打着国会改革的旗号 事实上包藏祸国殃民毁线的这个祸薪 我想就是蓝白两党的杰柱 那我们每个人身上贴这样的贴纸代表我们一直有连结 出席记者会的立委们也呼吁蓝白委员能够回头支持行政院提出的复议案 让这项争议性过大的扩权法案有机会退回立法院重新讨论 台湾的定的最严格没有人这样子定的 我们可以比照欧洲比照英法比照美国都可以 但是台湾这个版本是国民党扩权最差的一个法案 然后我们希望说国民党那个 您当回头草不当强头草 希望国民党可以回头施案 悬来热马 这次复议案可以跟我们民进党站在一起 赞成同意复议案 我想我们主要是反黑箱反暴力 我们希望这次的复议案能够顺利的通过 能够答案能够共同 我们呼吁这个蓝白的立委能够起意来归号 沟通支持我们的复议案 希望你们能够当回头草 那我再次的呼吁 尤其是昨天我看到了新闻陈昭志委员 他说他上个礼拜五其实非常的想要进来投票 但是呢在这里我想礼拜五还有一次给民众党的一个机会 也希望你们当回头草 这一张我想要贴在我的手上 因为现在还有时间 请大家把没有讨论没有民主贴在手上 拿起电话 赶快用你的手行动起来 去告诉那些蓝白立委 没有讨论不是民主 现在回头是案 支持复议案 可以我们让自由台湾更好 不要变成是一个滥权的台湾 反滥权 不民主 年贴职 不台湾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 民主 年贴职